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,有些经验听听就算了。 今天的文章也是为了回答一位读者的问题。 他参加过很多学习班,最贵的是一种弟子班,好多个W。 导师是个知名成功人士,他感觉导师也挺用心的,把自己的经验都轻能相受,但是到自己身上就感觉没啥用呢。 我呢,确实认识一些成功人士,也看过,听过很多他们的经验。 那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聊聊这个问题吧。 一,成功经验都是有保鲜器的。 十几年前,我刚刚步入销售行业,新员工培训时,一位金牌业务大哥上台分享经验。 他先是讲了一堆做人的道理,然后说自己销售有个绝活,能喝酒。 正当我们惊讶之际,他讲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故事。 一次和某大型企业吃饭,对方董事长也在场。 酒过三旬,董事长来了兴致,一定要见识见识那哥们儿的酒量。 于是拿出几个三两的白酒杯说道, 来,喝一杯,就给你一百万的业绩,喝几杯就给你几百万。 那大哥兴奋得花枝乱颤,说此话当真。 当得到董事长再次确认后,那哥大意凛然,将四杯白酒一饮而尽。 虽然最后被抬了回去,但董事长没有食言,拨给了他四百万业务。 所以,这金牌业务大哥给我们的建议是,要想做大业务,就要多练练酒量。 这偏方可害苦了我们这一波管培生,差点练到未出血不说。 当轮到开始做大业务时,才发现这招根本用不上,因为年代已经不一样了。 他那时正值九十年代,深圳大发展,商机遍地。 大企业都是野蛮生长,经营高举高达,采购流程也极其粗放,几乎就是老板一句话的事。 所以,那时做业务只要胆子大,能喝酒,搞定几个关键决策人,业务就搜搜进账。 可是到了我们年代,市场饱和,国企改制,企业精细经营,各行竞争加剧。 虽然还需要社交,但是品牌效应,专业技能和商务运作才是主流。 所谓的经验,一般都带着时代的烙印,环境一变就不能用了。 所以,我在直播里也曾说过,市面上的很多培训,都是主讲人在经验分享,而不是培训。 培训是要讲方法论的,是需要可复制,可迁移的,而经验只能让受众听得过瘾,觉得主讲人牛逼之外,并没啥真实效用。 二,很多成功经验是经过美化的效果。 我对香港商业比较有研究,知道很多大佬会搞生涯美化。 他们会请一些商业写手为自己立传,把自己的童年写得很苦逼,把自己的奋斗史写得很光辉。 但是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。 香港作家冷风就曾说过,为某位大家都知道的大佬写传记,本着尽量美化的态度交了一稿。 结果,对方非常不满意,说美化强度不够,就终止了合作,甚至要求冷风删除双方所有的联系记录。 后来找了别人去写。 成稿后,冷风一看,哇雷个去,这美银滤镜开得也忒大了。 我认识一位投资人,挺成功的,经常去参加论坛,将自己如何从一名银行普通职员奋斗到高层,再出来创业成功的。 但是,他从来不说自己老爹其实是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,他当职员的时候优秀业绩,多数来自那家企业。 真正的成功指导,一般都不会向你全盘托出,总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,不便言说,这些东西可能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。 而有些成功者,真的就是运气好。 但是,他们大脑会有另一种解释,误认为这是自己努力的结果。 弗兰克在《成功与运气》书中讲到,每个人骑自行车都会遇到顺风和逆风。 当你去搜索顶风一丝时,会出现一堆逆风前进的图片,而当你搜索顺风时,根本搜不出几张图片。 因为人都容易记住逆袭时的努力,而忘记顺风时的幸运。 所以,成功者的经验听听就好,可以借鉴就借鉴,想去复制这种经验,恐怕是想多了。 三,成功经验也可能是反向归因。 早年,为了锻炼演讲能力,我曾参加过多个口才训练班。 上晚几期,感觉水平提高不明显,觉得可能是讲师水平的问题。 咬咬牙,抱了一个超级贵的,讲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脱口秀的知名人物。 他在台上口吐莲花,下面的学员愁愁满志,我却生出了一丝诧异。 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和之前的讲师并没有太大区别,但是费用竟然是之前的五倍。 和其他学员讨论这个问题,他们却很笃心地讲师。 理由是,你看他口才那么好,一定是他的方法管用。 后来,看到黑天鹅作者塔勒布提出的一个概念,反向归因。 塔勒布说,大家为什么觉得游泳会使身材好呢? 因为一想到游泳,你就会想起游泳健将,他们都拥有傲人的身材。 因此,大家会把健将的身材归因为游泳训练的结果。 可是,情况很可能是相反的,正因为他们天生拥有适合游泳的体型,才会脱颖而出。 那些不适合的身材拥有者,早就在竞争当中淘汰。 所以,好身材是一种选择标准,而不是运动的结果。 按此说法,大家所赌现的大V,也是一种反向归因。 他可能天生就是毫无道理的口才好,而不是用什么方法训练的缘故。 好口才就是成为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的标准,而不是训练的结果。 从这个角度看,我那学费是白交了。 你如果认真观察,生活当中的反向归因还真不少。 那些名校的升学率,好学校吸引更优秀的学生进来。 打篮球会让人长高,矮个子在这个运动上可能坚持不下去。 读过MBA的人,收入比其他人高,都是高管去读的,当然如此。 就像德国哲学家罗尔夫所说,不要向快乐的人询问快乐技巧,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快乐的。 说到最后,其实成功人士的经验并非一无是处。 有时,你读这些东西时,会让你很励志。 罗允浩也说过,自己也喜欢看这些东西,当成工具用挺好的。 当自己颓废时,看看就像是打了鸡血。 所以,咱们也不能把成功经验一棍子打死。 但是,作为一名合格的学习者,我想还是要区分经验和知识。 知识虽然枯燥,远不如经验来的性感,但是却可以依靠。 而更可以依靠的,也就是你小学都知道的东西。 努力实践,学习,精进,日拱一足,公布堂娟。 这些吐得吊渣的东西,远不如什么国民总时间,知识临界点,认知升级来的时髦,但是对于普通人是最管用的东西。 这些道理谁都知道,但是能做到的人又太少,因为太苦,太累,太枯燥,太遥远。 就像《闻相识女人》当中的那段台词。 如今,我走在人生十字路口,我其实总知道哪条路是对的,但我从不走,为什么?因为太苦逼了。